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说起蜜花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但这一说平头哥大姐最不瞬间明了 平头哥是从里的大脑 他的人生隔岩就是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不过他的战斗力也是格外的惊人 而且压得格外记仇报复性也很强 就连司令之王老虎狮子什么的 竟然他也得绕道走 因为这家伙实在太难缠了 可昨日一些不知天高地高的家伙会去招惹他们 最后却被打得落荒而逃 一只年轻的豹子正在欺负不还宝宝 把他抱在怀里开始吸咬准备吞下他 不过蜜花宝宝也在勇敢无数的战斗 虽然这一切只是徒劳 因为他并不是这只豹子的对手 不过谁也没有注意 一只牡蜜蜂蜂蜂毫不犹豫地冲下这只豹子 狠狠地咬了华宝一口 虽然豹子十分的去大 但是平头哥毫不畏惧 他缝一的牙齿和灵头的身体 让豹子下的落荒而逃 战争结束后 平头妈妈继续尝看小老宝的伤势 看起来他的腿被咬断了 不过柳娥强大战斗力的妈妈保护 他肯定会活下来 最后平头妈妈四处观望 将小老宝托进了进行的洞穴 好了 今天节目就要至于对这本事 是影价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论论论论哦